接下来我们来测试LED阵列 就是所谓的WS2812的LED 它可以连续接很多灯 目前我们的积木预设最多是接到12颗灯 那我们现在接的灯条 接待的是角位9 9号角位 所以我们拉出我们的积木 这边选择角位是9 那我们要再来亮第一 第一颗灯 这一颗灯亮 第一颗灯亮 那如果你要它熄掉呢 那就全部射成0就可以了 全部射成0 熄掉 那你要亮蓝光 那就给它10就好了 就看到蓝光 那如果你要它绿的 就绿的是10 蓝的是0 那这个数值最多是可以到255 255 那为什么我那个示范的时候都用10是因为 现在的这个LED灯实在太强了 如果你射到255当然它是会到最亮 那这时候对小朋友眼睛也不好 对我们拍摄的效果也不好 所以我们都用10来做示范 建议的值是10 因为我们只是要效果 当然如果你现场需要真的很强的光 那你再射255 那如果我要亮第二颗灯 这样子它就跳第二颗灯 第三颗灯 跳第三颗灯 那你一定会想说 那如果我要亮两颗灯呢 建议你可以这样做 你打13 输入13 这个时候它会两颗灯亮 这两颗灯亮 2号灯没有亮 我把它变成红灯好了 10 那这个时候13我亮红灯 大家有看到 这红灯 13 那如果给它亮24的 要拉过来一点 它就会亮24 当然你可以最多就是 我要全亮的就12345678吧 这样这个时候就所有灯都会全亮 那全息就都是0 LED 阵列的亮灯方式就这样使用 3 这个时候